你好 欢迎收看4月24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联宪议会定期大会24号开议 上午首先是由花联宪议会的五党级联盟和民进党党团 共同召开第一次大会前的会前会 经过17位议员充分的沟通讨论达成共识 而即将在25号要出访新加坡国际食品展的县长徐真卫 在下午出席施政总报告 以往徐真卫总是把总报告逐次念完要花好几个小时 这一次县议会说柔性限制30分钟 花联宪议会第二十届第一次定期大会于24日开议 上午首先由花联宪议会五党级联盟与民进党党团 共同召开第一次定期大会之会前会达成共识 而下午县长徐真卫出席施政总报告 议长张俊开幕致辞就开门见山表示 执盘县长能与议会保持良好的互动 随后徐真卫也上台做总报告前做出回应 我觉得府会关系也是由于县政府的讲史作风 让府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沟通心 相信这是全体乡亲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那县府队忍会应该放下一致形态的武装 因为花联县议会绝对不是县政府的敌人 而是县府和全体县民一起为花联乡亲大并的伙伴 县府只要谦卑执政警惕名义 府会各事其职 并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这才是全体乡亲所得见的 更是县政府进步的强大动作 我想第一个也违应刚才张理长对于府会的关系 我想府会的关系一直以来 花联县议会是一直基于我们所有实证团队 还有这个和谐 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 也没有任何的沟通上的问题 那在这里对于这次议会 对于县府给实证团队做我们实证报告 只有短短30分钟 我想实证报告是对于我们所有花联县相信的负责 以仅仅30分钟 其实真的真会要跟我们所有的议员提出小小的意见 我想透过电视 除了对议员报告以外 也是对32万相信的实证报告 以及花联会来的变解 所以如果今天在很短暂的30分钟里面 没有办法详尽的来报告 我想真会会透过这个另外的方式 来跟我们所有的乡亲来做报告 即将在25日出访新加坡国际食品展的徐真卫 有别遗忘将总报告逐字念完花好几个小时 县议会这次希望柔性限制时间30分钟 不过徐真卫总报告仍超过半小时时间 议长随后要求暂停报告 给予议员更多的交换意见时间 县长如果你愿意来 我三天三月都给你在这边讲 但是我们时间有限 那我希望就是非常多的议员希望跟你好好沟通 因为难得你来到议会 他们都希望跟你沟通 我坐在这里已经接到好几通电话 就是一直催促说希望县长赶快工作报告结尾结束 众多议员也把握时间提出问题 定期大会预计将进行至5月23日 徐真卫预计将在4月28日后返国 记得蒋帮彦华女士报导